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到通告的时候我就有点小幸福了 因为这回又要讲到人气满满的巴西脸了 本来觉得吧 巴西脸没啥好说的 讲过红二龟 黄二龟 地图龟也讲过三大金龟 好像大众亲民的巴西脸都讲过了 其实吧 还有一个数的龟类小豹至今还未提到 这种龟类不仅拥有绚丽独特的外表 也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 他们就是被闻酷似烈焰的火焰龟 纳尔逊伟龟 说到火焰龟就不得不提到伟龟属了 同巴西龟一样 他们都是鸡龟亚克肖的成员 伟龟属的成员有不少 其中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几种龟类 比如阿拉巴马和甜甜圈 不过最早进入国内市场的是一种学名叫做 纳尔逊伟龟的龟类 他们产自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南部 背甲成椭圆形 相比其他巴西脸的成员来说 背甲更高 体型更健壮 由于背甲上呈现出对称的条状花纹 看起来酷似火苗 因此民间俗称火焰龟 不过大家千万别用这个词去搜百度百科 不然跳出来的恐怕是另一种龟类 不信大家可以去试试 早期的火焰龟并非特制一种龟类 记得很早以前商家把伟龟属的龟类 统一都叫做火焰龟 然后就把壳色红的叫红复火焰 壳色黄的叫黄复火焰 其实当年的红复火焰就是指的纳尔逊伟龟 而黄复是另一种伟龟 叫佛州甜甜圈 当然 现在的火焰龟专指纳尔逊伟龟了 野外的火焰龟常见于沼泽 因为要面对鳄鱼的威胁 它们的成长速度很快 而且拥有能力很强 遇到危险就能迅速逃离 喜欢日光玉 经常聚集在一起享受午后的阳光 食性杂 比起巴西龟更爱吃水果和蔬菜 尤其是成年个体 藻类及水生植物的摄入量 几乎占饮食的95% 幼体和亚成体 则更偏向于富含蛋白质的饮食 如水生无脊植动物 甲科类和鱼类等 虽然说火焰龟是巴西类 但是它们算是品相差距很大的龟类 好看的火焰龟让人眼前一亮 而丑的就和长残的巴西龟没上两样 所以围绕着火焰龟发色的话题 一直是杨龟爱好者的热点 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出品相良好的火焰龟呢 请各位朋友们给个三连支持一下 我去喝口水啊 火焰龟的饲养 其实大部分的火焰龟并没有像传闻中那么红 腹部很红的 只是极少数 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商家 把火焰龟和其他巴西点家族成员杂交 弱化了基因 所以现在看到的火焰龟 别说是黄色背甲了 甚至都能看到巴西龟的绿色背甲 能从一堆火焰龟里面选出偏红的个体实属难得 因此想要培育出一只漂亮的个体 基因显得尤为重要 火焰龟喜欢日照 环境中搭配一个晒坦是有必要的 配上发色粮可以有效促进发色 这里有个食谱小秘诀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和虾中的虾青素是非常不错的发色食材 虾青素的抗氧化性 着色性 增强机器免疫力的特性 已被广泛认可 除了可以喂食虾干外 也可以喂食植物 比较推荐的是番薯叶 番薯叶中的叶黄素 已被作为着色剂广泛应用 当然其他的蔬菜水果中也有叶黄素 不过适口性上 番薯叶的效果更好 火焰龟的原产地 虽然在温暖的佛罗里达州 但是这种龟对温度的适应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最室温度为28到32度 18度以下摄氏明显减少 15度以下进入冬眠 0度以上均可安全过冬 不过如今市面上的火焰龟幼苗 显然没有林响中的那么批射 到家后俯批白眼 各自家常便当 出于安全考虑 建议自备加温棒 一直加温到第二年的开春 让龟类彻底适应环境比较妥当 如果没有加温条件 那就购买大一点的个体吧 市场上的火焰龟 说到火焰龟不平凡的经历 自然要挖掘他们的过去了 其实这种龟类 以前可不是人人都高攀得起的 记得在1415年的时候 火焰龟的价格 一度被炒到300到400元一只 我去大局 是的 他们也有幸经历过 奸商炒作的系列 记得那个时候 我在一个龟群里 看到一位小姐姐 隔三差五地晒出 自己新买的火焰龟 一会儿这只400那是500的 后面跟着一群后援团 别提有多羡慕 只不过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现在的火焰龟 如果你对品项要求不高的话 二三十块的幼苗随处可见 正因为火焰龟 有这样辉煌的历史 让奸商挖空了心思的 创造新词汇 什么大翅膀 小翅膀 大金鞭 大麻鹿 大宽文 真的是和现在的 黄焰龟市场的一个调调 哪怕拿出来一只 其貌不扬的个体 商家都能变着法 地彰显出独特性 只为能多卖几个RMB 当然 现在也有这种情况 不过我是不吃这一套的 广大的龟友们 你们还吃这一套吗 不管怎么说 火焰龟作为一种观赏龟类 是值得肯定的 它们虽然是巴西脸 却给广大龟友们 带来了欣喜与期待 是值得花时间和精力 去好好培育的观赏龟 虽然小胞我对巴西脸 一直很苦手 但是也很羡慕那些 能养出绚丽个体的龟友们 也许 养龟不论贵贱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是小胞 我们下期再见了